現在海洋科技法務官 把海邊吸到的噴射作分裂 結果所發現說 這塑膠掛到淋水的感染 就是頭兩名 環保團體是讓大家一定要來注重環保 因為我們耍手等去大海的塑膠噴射 六月 如果是會透過十分連 再回來要到新庫町 整理會中間要看吸到噴射幾個月 所有人很驚人 都是關風至至港淨發淨海 吸到的飛機物 海口館將幾年在海洋求到的噴射分裂 政策名當中 所得關額國的素領是第一 所得關額第一名 還有蘇共分裂也不少 還有希望長谷頂頂 可以說是所得製品像這個 海口館表示 就是希望從大家不光是台灣啊 就是全全世界的公民都一樣 就是從源頭管控 減少這些物品的使用 減少這些從陸地上 衝刷到海裡面的這種機會 海口館標示 海口館標示 為多保重分性 雖然保分來自經過 不過亞西政府也不動行為 造成的環境破壞 減用一次性的塑膠用品 減少塑膠使用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跟企業 應該要加快去發展這種 重複使用的商品 讓這個塑膠可以真正的去減少 那保護我們的生態 看團人員為這些塑膠可能分開 只要為塑膠 各國政府人進行人體 也就是當不辛苦 最好受害亞西人類 建議政府加共立法加計劃 為本投檢量 做好環境的保護 記者總合佈度